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球员能力一般,教练经验缺乏,詹姆斯要想在下赛季有所作为,除了要像镜后发弹领骑士那样拼尽全力,还需要被迫转型。 中国有句话叫能者多劳,詹姆斯最少需要在乎人担任三个角色,场上指挥官,兼职主教练以及更衣师领袖,虽然这些工作他在过去的球队中都已经做过了,但细节之处还是会有许多差别。 比如他从未和这样多的高顺位新秀一起做过队友,也从来没有和这么多口,刺头口一起争战过季后赛,虎人队内面临此大矛盾,首先是更衣式矛盾,除了詹姆斯有绝对特权外,剩下的球员大概分为两派。 忽然本土新秀和惊吓的新元,而这些新元又都是不好打交道的刺头。 詹姆斯已经改变了往日的作风,转型为了库和世老库。 他最近不光是在社交媒体上多次称赞忽人新秀,还重新关注了麦基等老将,只有他有这个能力让整支球队团结。 第二大矛盾是球权矛盾,只是一个幸福的烦恼,除了詹姆斯外,球哥和龙多都是几位出色的传球手。 另外,英格拉姆,史蒂班森和比斯利等人,都有一定的持球进攻能力,也需要球权,而球哥和龙多基本没有无球能力,只能将黄转型。 雷阿伦也建议詹姆斯多打无球,既符合胡人缺出手的现状,也可以延长职业生涯。 第三大矛盾是将帅矛盾,虽然目前詹姆斯和小沃盾,还没有产生太大的分歧,但从詹姆斯古往三远主帅的经历来看,这或许不可避免。 詹姆斯需要转型的地方在于修炼锋芒,洛杉矶不比麦埃尼和克利夫兰,任何一句不经意的话都可能引起轩然大波。 虽然小沃盾能力上振不住詹姆斯,但面子工程却不得不做。 第四大矛盾是球场内外的矛盾,加蒙古人后,詹姆斯的修赛期更忙了,除了要去练,还要开展各种上业活动,特别是进军娱乐产业,拍电影。 制作电视节目等等,詹姆斯正在转型,为退役后做准备,他已经不再被冠军论,更享受篮球和生活。 这也是他在采访中到榜,承认冠军将属于有试的原因,转型为了快乐篮球。